美国一方面跟中国交流 不过美国菲律宾跟法国 他们正在进行的是 肩并肩联合军演 那么军演的重头戏之一 就是多边海上演习 已经在25号登场了 那么美国菲律宾跟法国的舰艇 从菲律宾巴拉旺港口 出发到南海 这是肩并肩演习 首次把演习区域 拉到菲律宾领海之外的南海海域 你们肩并肩演习 从22号开始为期三周 其中多边海上演习为期五天 总共动员超过1.6万名 美菲两国的军人 还有150名澳洲军人 再加上首次参加演习的 法国普月号巡防舰 让这一次的演习规模 比历年来都来得更大 哈喽 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